我哪有女朋友 披头散发的流星女子 用战斗的声音说着 她真的不知道对方有女朋友 但促进大发的核心女子 哪听得进去 扯发出拳 脚踹样样来 甚至当人都已经被打趴在地 女子和友人还拿出球棒 独打围殴 流星女子被打到 头部 脸部还有四肢 都有多处挫伤 左眼还欲青 结膜也出现 但这还没完 光打人不够 核心女子竟然逼对方 挂上一张写有羞辱性字眼的牌子 在人来人往的超商前 罚战了半个小时 原来这个围殴独打的画面 就发生在去年十月 假意是一处公园内 由于核心女子怀疑 流星化招品业务 与未婚妇交往 透过朋友假借说要买面膜 约住对方 先是把人压到公园 独打一顿 再用激进羞辱人的方式 强逼对方挂牌罚战 甚至当街狂水巴掌 事后被害女子不敢受入 报警提高 被告仅因为感情纠纷 就采取这种激烈的方式来报复 伤害部分判处有期徒刑七个月 此部分不得一颗罚金 法官认为被告手段激烈 造成被害人身心受创 嘉义地愿一私刑拘禁 公然侮辱以及强制罪 判被告十个月得一颗罚金 而伤害罪部分则是判七个月 不得一颗罚金 只因为针锋吃醋就对小三拳脚相向 如今还得吃上牢饭 真的值得吗 记者后果文章行 下一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